过去大陆对台湾的放力 给台湾很多好处 你要知道这些大陆 这个产品出口 这个歧视性禁止 还有限制这些措施 事实上都是民营党干的 如果说你们要继续支持民营党 那民营党继续对 我们大陆的产品 这种歧视的话 我们也会采取相对的措施 台湾的经济 主要是靠出口外贸 如果F法中断的话 那缺乏大陆的四成的外销的话 很多人肯定会失业 会找不到工作 那个时候就开始会有感了 那当然台湾的一些传统 传统的产业员工 也都会因此 有这个无薪假 会有裁员的危机 所以说大陆做这事情 我想也是给台湾 警告台湾说 如果说你想继续让民营党 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这个到处经济的话 也是岌岌可危的